在法国你可以刺杀总统 但千万不要招惹鬼火少年 光天化日之下他们就敢打砸警局 并开着抢来的警车招摇过市 他们习惯用燃烧瓶宣泄粪 烟花在他们手里是最好的武器 就连警察对他们都束手无策 只能躲在盾牌底下瑟瑟发抖 而这场冲突的起因 是一名小男孩被警察打死 这一幕被人拍下来传到网上 顿时引起了轩然大波 可警方不仅没有出面道歉 还试图将此事平息 却不知男孩的三个哥哥都是狠人 老大强哥是部队现役特种兵 老二是当地赫赫有名的军火商 老三长毛则是雅典那社区的老大 强哥去警局讨要说法 警方却随便找了个理由糊弄过去 听到此话的长毛忍无可忍 他接过小弟手中的燃烧瓶 静止朝着人群里扔去 现场顿时乱作一团 其他小弟收到信号纷纷涌向警局 理智的强哥试图阻止 可却起不到任何作用 小弟们在警局内四处打杂 就算有警察开枪也丝毫不拒 他们拿走所有值钱的物品 随后抢走一辆警车扬长而去 并大喊着让警方交出凶手 否则这一切仅仅是个开始 回到社区之后 长毛下令召集所有小弟 他知道警方一定不会善罢甘休 所以带人来到制高点等候 很快就有大批防暴警察赶来 可进出社区的通道已被汽车堵住 双方就这样陷入僵局 这场冲突让老二非常生气 虽然三弟是社区的老大 可他们再怎么厉害也不是警察的对手 等警方平息冲突之后 一定会对社区展开大搜查 自己的生意到时候也会受到牵连 不料长毛却找了过来 希望他提供一些武器 老二自然不会答应 还让他尽快结束这场纷争 这样的结果令长毛无法接受 兄弟俩为此闹得不欢而散 此时社区里已是一片混乱 普通平民全部开始撤离 强哥担心弟弟出事四处寻找 可找了半天都没有看到长毛的身影 自己反而被警方当成了暴徒 警察根本不给他解释的机会 他们围着手无寸铁的平民狂喷辣椒水 长毛通过新闻得知了这一切 当即让小弟给他们一点教训 一群鬼火少年把冰箱扔下高楼 以此对抗下面的警察 但警察也不是吃素的 立马发射催泪瓦斯予以还击 鬼火少年则利用烟花当作武器 而冲突的起因是一名男孩被警察打死 这一悲剧在网上持续发酵 最终演变成一场巨大的冲突 这些鬼火少年人多势众 他们合力将警方赶出社区 此举彻底激怒了警方高层 于是派出更多警察前去支援 由于通道被对方封锁 他们只能利用云梯进入 长毛赶紧召集了所有小弟 并提出抓一名警察做人质 以此逼迫警方交出杀害弟弟的凶手 此时警方已集结完毕 他们正式发起冲锋 这些鬼火少年根本不是对手 很快就被打得溃不成军 好在长毛改变策略 让小弟拿出烟花扫射 没一会警察又落入下风 只能举起手中的盾牌格挡 可长毛并不肯就此罢休 他扔出一个燃烧瓶 瞬间将抱团的警察打散 一名警察在逃跑时被逮住 他不仅挨了一顿暴躁 还被拍下视频传到网上 长毛的大哥作为军人 深知弟弟是在自取灭亡 于是他立马找到长毛 让他赶紧把警察放了 但长毛只想为弟弟报仇 断然拒绝了强哥的要求 强哥不想与他浪费口舌 直接带上警察准备离开 没想到长毛居然发起了攻击 并且外面全是他的小弟 两人只能躲进老二的店铺 看着两个哥哥都在和自己作对 长毛气得失去了理智 他怒吼着让哥哥把警察交出来 否则就一把火烧死他们 强哥正要劝阻他离开 身后突然出现三名警察 长毛还没来得及扔出燃烧瓶就被击毙 强哥顿时慌了神 他赶紧打开卷帘门 拿起灭火器将火焰扑灭 可惜长毛早已经停止了呼吸 强哥抱着尸体回到屋内 接连失去两个弟弟让他悲痛不已 可老二现在还想着自己的军火声音 愤怒的强哥一拳将他击倒 接着骑在他身上疯狂哭吃 最终将老二活活打死 此时的强哥已彻底黑化 他接管了社区的指挥权 准备带领鬼火少年向警方展开报复 为了给死去的弟弟复仇 他接管了社区的指挥权 并强制疏散了这里的所有居民 随后将住宅楼的煤气罐堆在一起 准备将大楼引爆 这时警方打来电话 而是极端分子假扮的 可真相现在对强哥来说已经不重要了 此刻他唯一的信念便是复仇 他来到关押人质的房间 掏出手枪打算干掉那名警察泄愤 尽管警察不停地求饶 可强哥还是扣动了扳机 不过子弹却打在了一旁 因为强哥知道他也是无辜的 等心情平复之后 强哥主动联系警方 让他们交出杀害弟弟的凶手 否则就会引爆大楼里的煤气罐 但警方坚称凶手不是警察 强哥听完也不再抱有任何幻想 他将这名无辜的警察放走 又让小弟们全部出去投降 至此这场历经了两天的冲突 也终于落下帷幕 而强哥则绝望地瘫倒在地 身为军人的他一直坚守心中的正义 他相信警方会替自己讨回公道 可直到现在都没有得到任何说法 甚至连凶手是谁都不清楚 心如死灰的他决定了结此生 伴随着一声巨响 强哥和大楼一同化为了灰烬 而他永远也不会知道 那段视频正是凶手传到网上了 杀害弟弟的凶手 也的确是极端分子所假扮 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挑起法国的内乱 只是可怜了强哥一家 成为了斗争的牺牲品 电影也到此结束